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通过外层的灵点燃岩石壳 然后看魔术师如何惊险逃生 千千魔术师进入了岩石壳里 慢慢升向高空 在上升的途中就开始燃烧了起来 接着听见千千魔术师在岩石壳里发出了尖叫 啊 好烫啊 救救我 下面还有观众笑呵呵地继续看着这一幕 这都是表演效果 我懂 岩石壳里的尖叫声越来越大 很快就归于了平静 但是原本应该是千千魔术师出现的地方 没有一个人 众人大感不妙 赶紧把岩石壳放了下来 结果发现千千魔术师在里面被烧成了一具胶尸 剧团的负责人颤抖着腿 跪坐在旁边 崩溃大哭 我就知道 这种盗窃来的魔术肯定会要了他的命 这是复仇 这是牧羊犬魔术师的复仇啊 牧羊犬魔术师是十年前有名的魔术师 因为舞台意外而死在了表演席上 他的儿子牧小阳为了给他复仇而杀了人 现在在天堂监狱里服刑 当老司机侦探找到牧小阳的时候 只拿出了一个笔记本递给老司机侦探 千千为了盗窃我父亲的魔术而杀了我的父亲 现在又因为盗窃我父亲的魔术变成了魔术家 而这一切是我父亲的复仇 老司机侦探看完了牧羊犬魔术师的笔记本 终于知道了究竟是如何复仇的了 杀死千千的究竟是谁 他是怎么死的 答案五秒后揭晓 杀死千千的是千千盗窃来的魔术 原来牧羊犬魔术师知道自己的魔术被人盯上了 在自己的魔术笔记里稍微改动了一下 将逃生魔术用的材料换成了燃点更低 不好扑灭的灵 成功让盗窃者千千在表演的时候出现了意外 千千是死于她自己的犯罪行为和贪心上 天堂公寓发生了一起命案 当时有嫌疑的两位女性在家里的监控图图 能否根据监控截图推理出究竟谁是凶手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我们下期再见 上期答案 左边第二位服务生是鬼 因为餐具上没有他的倒影